另外在今年的台北国际领导展 另外一个焦点就是穿戴式科技装置 像是可以量测身体状况的智慧衣 还有笔电大厂红机也首度亮相智慧手环 绣模一个接一个出场 而新品也跟着亮相 笔电大厂红机新品一口气四连发 其中智慧手环最吸睛 手持装置跟整个云端这些 大概用五年就达到一个相当的成熟了 一寸黑白触控萤幕不但可以测心跳 计算卡路里还搭上五种颜色 就是要锁定有个性爱运动的三星名 穿戴式装置 但是我也提醒 就像几年前的3D的运用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就是有些东西是要经过考验 穿戴商机还需要时间证明 只不过各家推出新品 大搞创意却完全不手软 绣模在镜头前又跑又跳 只见心跳从原本不到60下 一口气飙高到破百 原来他身上的衣服就能测定身体资讯 透过手机 智慧表 资讯都能看透透 测到运动时的心跳 还有消耗的卡路里等等 就可以管理运动时一些身体状况了 我看到哪里他就拍到哪里 台湾厂商也推出这一款智慧眼镜 要来跟Google眼镜来PK一下 台版智慧眼镜可以单手隔空操控 还能研判商品资讯 但谷歌眼镜却还多了导航跟上网功能 但台版却便宜超过一半 从手表眼镜到智慧衣 看来各家锁定穿戴商机 把新品搬到国际电脑展 就看买家能不能跟着有信心 东南新闻一圈 陈文堂 张某祥 台湾报道